在追随希特勒的纳粹高官中 不乏富有学识和创造力的知识分子 施佩尔就是其中的一位 作为希特勒最推崇的建筑师 他曾负责建造纳粹德国总理府 作为军备部长 他三年之内就使德国武器生产增加数倍 甚至引起了盟军的好奇 施佩尔这位出身名门望族 风度优雅 富有才学的建筑师 是如何成为纳粹帮凶的 他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徐迟 将为您讲述纽伦堡审判第九集 天才军备部长的罪与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这一次我们先来看一场特殊的研讨会 研讨会召开于1945年5月 是一场为期两周的主题为 德国战时生产的组织的会议 听众是刚刚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 美国和英国的军官 而报告人则恰恰是他们曾经的敌人 纳粹时期德国军需部部长 以及经济领导人阿尔伯特·施佩尔 当时的施佩尔年方四十 对交战双方而言都颇具传奇色彩 它是个仅在三年之内 就使得德国的武器生产增加七倍 弹药增加六倍 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增加五倍多的天才 尽管日以继夜的轰炸 严重影响了开工进度 但施佩尔仍然有办法 让产量达到极限的最高峰 这让同盟国费解又好奇 急于搞清楚各种原位 于是施佩尔刚一被捕 就被安排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 三名成员会面 他们一个是经济学家 约翰·肯尼斯·加布雷斯 另外两个是五角大楼的 作战策划人保罗尼采和乔治·鲍尔 他们尤其想要了解 盟国在德国实施的空袭效果 到底如何 施佩尔向三位美国人解释道 轰炸造成的最致命影响 不是摧毁了他的军备生产工厂 而是燃料生产部门 他已经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但是如果飞机没有燃料 就不能飞上天 那就跟没有这种飞机一个样 同盟国的空中打击 切断了90%的燃料生产 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这次会面后 施佩尔被送往凡尔赛附近的一个舒适的监禁地 紧接着又从凡尔赛来到法兰克福 参加刚刚说到的研讨会 给盟国军官讲解德国战时生产的秘密 施佩尔告诉法兰克福的听众 1942年 齐特勒任命他为军需部部长时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严令禁止不懂生产的军人 干预生产管理 武器的制造权都被交到专业人士 也就是那些实业家 工程师 还有行政管理人员的手上 谁的能力强 他就任命谁 到重要的职务上去 其次 他还借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著名犹太籍经济学权威 沃尔特拉特脑的战略思想 这个思想的核心是 采用零件标准化 分工协作的方式 最大限度地使用生产线 并独揽所有原材料的控制权 为了防备空袭 施佩尔还在地下建立了军工厂 这样即使地面建筑全部被摧毁 地下的工厂还可以正常运转 施佩尔还半开玩笑地说 军需部在1943年 11月22日的一次袭击中被摧毁了 感谢这次轰炸 让他彻底摆脱了没完没了的 日常文书工作 在他看来 整个战争中他最大的敌人 就是官僚主义的惰性和愚蠢 他还宣称 纳粹德国在战争结束前 距离造出一枚原子弹 也就只有一到两年的时间了 随后他又赶紧解释到 之所以研发迟缓 那也是德国自找的 毕竟德国赶走了那么多 最为天才的科学家 特别是犹太裔物理学家 他的报告赢得了听众们的掌声和喝彩 而就在会场外面 一名英国中尉正等待着施佩尔 他把结束演讲的施佩尔 带到了司令部 司令部指挥官宣布 阿尔伯特·施佩尔作为主要战犯 被逮捕了 和大多数出身中产的纳粹分子不同 施佩尔生于德国曼海姆市的 一个名门望族 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 颇有名气的建筑师 根据他的回忆录的描述 他是在一所有14个房间的 法国风格的公寓里长大的 有男管家 女仆人 还有穿着紫色制服的司机 伺候着他 在他13岁时 遇到了一个占卜师 这位占卜师预言 他将功成名就 但是很早就会隐退 可能在他脑海中 从来就没有忘掉这个预言 施佩尔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品学兼优 并且年少就立志成为 父亲那样杰出的建筑师 1931年的一天 他被自己的学生怂恿 去听一个演讲 施佩尔本来以为遇到的 肯定是个粗俗不堪的煽动者 可是他却发现 自己完全被演讲人 希特勒吸引住 施佩尔当时被一种 极度的狂热传染 这种狂热几乎能用身体感知到 他使人深信演讲者的每一句话 把所有的怀疑保留一扫而空 在被希特勒的魅力征服之后 第二天 施佩尔就加入了纳粹党 施佩尔精力充沛 聪明异常 而且相貌十分英俊 认识他的人 常常都为他的教养和魅力 所倾倒 他声名确起 是因为担任了 纳粹党区总部的设计师 他的设计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又赶紧命他负责筹办 1933年 纽伦堡纳粹党大会 建造帝国总理府 还有为希特勒在柏林的私人住宅 担任设计师 施佩尔一跃成为希特勒 最为推崇的私人建筑师 在战争初期 大型建筑工程项目并不多 施佩尔还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到了1942年初 情况发生了变化 德军入侵苏联的闪击战 遭到致命挫折 国际反法西斯同盟 已经初步形成 德国面临着同时与苏 美 英 同盟国长期作战的困境 不得不在国内实行总动员 将国民经济 推向总体战争经济阶段 而恰在此时 当时的军需部部长 四年计划主要领导人 弗里茨托德 因飞机失事而身亡 阿尔伯特施佩尔 被希特勒任命 接任托德的全部职务 这些职务包括 军备与军需部长 全国驻陆工程最高长官 全国水电工程最高长官 以及四年计划建筑业 全权总代表 希特勒还授予他 统一管辖军备生产的权权 同年3月21日 希特勒签发关于德国经济 必须服从军备生产需要的指令 实际上授予施佩尔 同管经济的总裁大权 1943年9月2日 军备与军需部改称 军备与战时生产部 施佩尔利用自己 同希特勒的亲密关系 在加强统一领导的同时 还在职责范围内 规定比较窄小的机构 代替紧密结合的全面管制 推行工业自行负责制 改组战时经济体制 以提高生产效率 于是德国经济 进入了施佩尔时代 施佩尔体制 一度给德国战争经济 注入了活力 他凭借自己和希特勒的关系 以及勤奋办事的特点 对效率低下的纳粹武装机制 进行改革 从1942年2月到7月 军备生产提高了大约55% 1943年全年 德国的工业和军备生产 都有了非常大幅度的提高 施佩尔操控着德国的战事经济生活 让德国经济成为了发动战争的机器 但到了1941年底 二战已经演变为一场不折不扣的消耗战 同盟国的工业产量 令德国难以忘记相位 纵然施佩尔倾尽全力 也无法力往狂澜了 挽救德军的颓势 已经没有可能 他的努力并非致力于消除武器供给的危机 而是掩盖这一危机 大规模的征募外国劳动力 不遗余力地进行合理化改革 垂死挣扎般的协调军需生产 这本质上并不明智 因为他的举动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德国要想在工业产量上超过自己的对手 无异于天方夜谭 他所做的这一切只是强弩之末 不过是稍稍推迟了德军悲剧命运到来的时间 施佩尔作为纳粹德国军备部长 改组德国战时工业 使德国军备生产大幅增长 制造了大量的坦克 大炮等战争武器 然而 仅凭这一点 在纽伦堡审判中并不能直接指控施佩尔 那么检察官会以何种罪名对他起诉 法庭之上受过良好教育的施佩尔 又精心设计了怎样的辩护策略 以减轻自己的罪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徐迟 将继续为您讲述纽伦堡审判第九集 天才军备部长的罪与罚 虽然经营国家的兵工厂本身 并不构成犯罪 但是 对战争工厂中劳动力的使用问题 即便聪明如施佩尔 也不太能辩解地清楚摆脱干系 英国在1944年将施佩尔列入主要战犯名单 美国也在1946年6月 将其收入了自己的16人名单 最终 在纽伦堡 施佩尔受到了共谋实行反和平罪 战争罪 还有反人类罪的指控 在狱中 施佩尔没有停止过思考 面临被法庭指控的状况 就像他过去要处理生产上的棘手问题 或解决钢材短缺一样困难 他想要活命的目标 恐怕只有通过理性分析 通过把任务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 来逐步达到了 他的现状如何 他想要达到什么目标 他必须采取什么行动来达成这些目标呢 施佩尔陷入了深思 他知道自己恐怕很难脱嘴 于是呢 就把重点放在了 如何获取从轻处罚上面 他先是尝试和杰克逊接触 声称自己掌握着某些私密的 军事和技术信息 暗示这些方法 可能在对日本的作战中 起到重要作用 杰克逊对此反应冷淡 于是施佩尔转而和自己的 辩护律师弗拉奇斯纳 研究辩护策略 他认为关键是如何应付 奴役和虐待劳工 以及视察集中营的问题 他甚至还想出一句口号 来概括辩护的核心策略 这句口号是 当时未敢直言 现在表示悔悟 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让他的辩护律师在庭上强调 施佩尔其实是个 勇敢反抗希特勒 及其残暴命令的人 是冒着生命危险 拯救国家未来的人 事实证明 受过良好教育的施佩尔 在审判中表现得游刃有余 他知道如何去迎合 法庭的道德标准 首先在劳工问题上 施佩尔花了大量的时间 供认自己在意识奴隶劳工问题上 所犯下的罪行 他并没有回避 但同时他也强调说 为了获得最大的产量 他给劳工们提供了充足的口粮 为了使自己不必过度的依赖 希姆来 他曾试图避免使用过多的 集中营劳力 他还曾经建议将一些主要的工厂 建在被占领的领土之上 这样就可以减少将劳工输送到境外的数量 他还曾建议营造隔离工厂 并为劳工提供食物和妻身之所 而这些都应该被视为法庭 从今处罚的情节 施佩尔和他的辩护律师 甚至还反过来质问控方 问他们是否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证明自己意识战俘劳工的行为 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施佩尔说 他从第三帝国必胜的迷梦中惊醒之后 冒着巨大的风险 摧毁了希特勒的交土政策 他甚至还闪烁其词地告诉法庭 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日子里 他曾经计划刺杀希特勒 实际上施佩尔的大部分辩护都站不住脚 第一 虽然施佩尔曾经建议适度对待被奴役的劳工 但他无疑对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恶劣条件一清二楚 尽管如此 他还不断地下达指令 要求增加大量的劳动力 甚至是他最先提出了 把懒惰劳工送入集中营的建议 第二 他才曾经给绍克尔下过劳动配额 他非常清楚 这些劳动力将由受强迫的外国劳工来充当 此外 尽管他在行动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 但终究还是从希姆来的集中营里 选出了至少三万名劳工 第三 隔离工厂制度 违反了海牙规则 不能构成有效的抗辩 第四 虽然由于苏联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 德国人有权支配苏联战俘的劳动力 但法庭认为即便如此 德国也不应对苏联战俘任意处置 交战国双方仍然受到战争习惯法的保护 在集中营问题上 施佩尔否认曾经参观过任何类型的劳改营 也没有提到朵拉的中心工厂 事实上正如他执掌的军需部的资料显示 施佩尔曾经在1943年12月 视察了坐落在哈茨山脉山洞里的一家工厂 这是新落成的德国秘密火箭武器V2的制造点 他承认囚犯的工作环境令他震惊 据说他曾经下令为囚犯改造住所条件 改善卫生设施 增加他们的配件 然而他的办公记录 却没有任何内容能够佐证这一点 潮湿的石灰岩洞里 住着五万多名奴隶劳工 这些工人一旦进入山洞 就必须一直待够三个月 他们每周工作长达72小时 每天却只能吃到1100卡热量的食物 那里几乎没有卫生设施和休息住处 因为空气潮湿还有低气压的原因 劳工的肌肉和骨骼组织很快就坏死了 洞中有些地方过于低矮 工人们只能蹲着干货 以至于他们后来再也站不直了 目睹这些状况之后 1943年的12月17日 施佩尔依然给卡米勒的信中这样写道 他祝贺卡米勒取得的成功 还称两个月内就将建成新的生产重心 这项成就将远远超过欧洲 曾取得的任何成就 而且美国人也望尘莫及 根据显示 这个集中营 1943年10月的死亡人数只有18人 而11月就到了172人 12月是670人 营区投入使用后的6个月内 有2882名囚犯死亡 截至1944年3月 该集中营已经设立了焚化室 专门用于处理这些尸体 直到天气变暖 以及1944年5月隧道外面的宿舍修建完成 死亡率才开始缓慢下降 最终被迫在威尔火箭生产基地工作 并在朵拉劳改营或周围30多个附属营区生活的 6万名囚犯中 死于疾病 饥饿和虐待的囚犯 多达2万多名 施佩尔还视察过 毛特豪森集中营 那里的犯人 从186极台阶深的石坑 往上面扛石头 直到累死为止 而施佩尔对此的解释是 他是去那里视察一个 铁路运输新终点的工地的 他只见到了集中营的一小部分 并没有亲眼见到什么暴行 施佩尔费尽心机 为自己在一时劳工等问题上 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 为减轻罪责 他还竭力拉其他被告做垫背 绍克尔就是被他盯上的目标之一 绍克尔是受希特勒之命 负责征募劳工的全权组代表 二人在征募使用劳工事情上 多有交集 那么施佩尔如何向绍克尔身上 推卸罪责 他所做的种种努力 能否奏效 他最终又会受到 怎样的判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徐迟 将继续为您讲述 纽伦堡审判第九集 天才军备部长的罪与罚 施佩尔还懂得利用其他的被告 比如弗里茨·绍克尔 绍克尔是希特勒任命的劳动力调配 全权总代表 主要负责强迫占领区的工人到德国做苦力 在法庭上的众人眼里 绍克尔明显是一个粗人 因为他有一口别角的粗鄙的德语 他的律师感到丢尽了颜面 每当被提问时 绍克尔总是难以顺利地回答 他甚至连装样子都学不会 在一次盘问中 绍克尔竟然乖乖地自证其罪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 希特勒当年怎么能把权力和名誉 给予这样一个卑微粗俗 而又蠢笨的家伙呢 施佩尔清楚 这是他的机会 正是他把劳动力配额 交给了绍克尔去执行 他把命令传递给绍克尔 而绍克尔呢 就去抓劳工 施佩尔明白 他必须尽可能地迅速摆脱掉 和绍克尔之间的这种纷繁的关系 这是个沉重的十字架 他背的时间越短越好 但施佩尔也清楚 他也不能给人留下 想要推卸罪责的印象 因为回避责任 会使他看起来比绍克尔更加不堪 因此 他的辩护律师在亭上 就单刀直入地问他 施佩尔是否反对 绍克尔征募劳工 施佩尔回答道 相反 我很感激 绍克尔给我提供的每一个劳工 由于缺乏工人 而没能达到 均备配额的时候 我总是怪罪于绍克尔 律师接着问 绍克尔宣称 他替施佩尔干过事 你对此有什么评论呢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施佩尔犹豫了一下 随后 镇定自若地答道 毫无疑问 我希望绍克尔 首先满足军需生产的要求 但是他管不了绍克尔 没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劳工 这下 被告席上的绍克尔坐不住了 急得直跺脚 他拼命地给自己的辩护律师打手势 提醒他 自己在几个月前 就告诉过审问人员 施佩尔实际上把劳工储备了起来 囤积的劳工 可能比他投入使用的多得多 施佩尔的律师一股作气 问道 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负责人 是否被施佩尔邀请 出席人力问题的会议了呢 施佩尔平静地回答 我对戈林来说派不上什么用场 毕竟我们手里都有具体的工作要做 这次开庭对施佩尔而言无疑非常成功 休庭之后 旁听席上有一位谢尔维亚女士 她是英国副总检察官 马克思维尔法伊夫爵士的夫人 她来到丈夫的办公室 在这里呢 遇见了英国的助理检察官 格里菲斯·琼斯 他们谈到了施佩尔在庭上的表现 谢尔维亚说施佩尔给人的印象很好 他才应该是德国在未来岁月里需要的那类人 琼斯听了 没说什么 缓缓打开避柜 取出了一根10英尺长的电话线 让谢尔维亚女士查看上面的血污 她说 这根电话线 就是用来鞭策克鲁伯军工厂 征募劳工使用的 而这个军工厂 只是施佩尔军火王国的厂房之一 施佩尔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 他看似对自己的罪行深刻悔过 并向众人表明他整日饱受良心的谴责 这给法官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法官似乎被他的真诚打动了 在关于施佩尔罪行的第一轮审议中 我们并不清楚有多少法官对他加以照顾 苏联法官想在所有四项指控上定罪 但法国 英国和美国的法官 只倾向于第三项和第四项指控 在1946年9月10日的第二轮审议中 苏联法官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 而庭长劳伦斯认为 被告在第二 第三和第四项的指控上 罪名成立 而第一项不成立 他认为施佩尔只是接手了一个 已经存在的奴隶劳工制度 法国法官也认为 施佩尔得体的表现 应当成为对其从情处罚的理由 最终 法庭判定施佩尔在第三项战争罪 和第四项反人类罪的指控上有罪 在量刑上 彼得尔法官放弃了 他原来所主张的死刑 而劳伦斯和德瓦布尔法官 也接受了监禁性 最终 施佩尔被判处了20年的监禁 施佩尔本是个优雅高贵的人 在纳粹圈子中显得格格不入 就连纽伦堡监狱的看守 都觉得他并不是人们所知道的 那种纳粹分子的样子 感叹他真不应该属于那里 但施佩尔又是精致 立即到极致而残忍 他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 语气十分诚恳 让人感觉 他不是一个祈求饶命的人 而是一个作为有着金玉良言 要告诉听众的人 一个陷入了罪恶深渊 而得以赎罪的 有远见着实的人 尽管施佩尔只字不提 他本人或他本人的罪行 施佩尔和绍克尔之罪 究竟赎大赎小呢 正如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报道 所发表的言论所称 难道绍克尔比施佩尔更罪孽深重吗 在运输劳工的途中 女人生下的婴儿被扔出火车窗外 谁是主要的负责人 是强行征目女人的绍克尔 还是需要她们做工的施佩尔 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统一的答案 但审判的结果是 狡猾的施佩尔保住了性命 绍克尔却走向了死亡的深渊 更令人深思的是 像施佩尔这样一个有教养 有声望的人 到底是怎样滑进了道德阴沟的呢 她的良知 在与盟国之间你死我活的军备竞赛中 已经被抛在了一边 人类受难的情景影响了她的情感 但没有影响她的行动 毫无疑问的是 施佩尔更爱武器 而不是更爱人民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再见 她是二战时期波兰占领区的总督 她在波兰建立隔离区集中营 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 参与杀害300万犹太人 纳粹党人的头号法律专家 弗兰克又会为自己的罪行 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犹太屠夫的末日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